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人工智慧发展迅速,但近来却出现令人不寒而栗的AI,那就是美国马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三人团队创造出的诺曼,Norman,他会以负面想法来理解图片,例如一张抽象图案在普通AI眼里是在树枝上的一群鸟,诺曼会看到一名男子触电视死。 据BBC报道,诺曼与西区考课经典电影《惊魂记》的变态旅馆老板诺曼贝兹,Norman Bates,同龄,他对这个世界没有正面的看法。 从其他例子来说,正常人工智慧认为抽象图片是几个人站在一起,诺曼却说是一名男子从窗户跳下。 原来,在让诺曼开始分析图片之前,马省理工团队先让他学习了网路上是如何叙述一体照片,此后诺曼在每张图案中都看到了尸体,血液和破坏。 这些抽象图传统上被心理学家用来评估精神病人的思维状态,以确认他们是否以负面或正面的眼光看待世界。 而马省理工创造诺曼,正是将其当成了精神病疗点算法。 诺曼的开发者之一,Edward Mahan教授说,这个AI能反映出非常黑暗的事实,说明人工智慧可以学习这个世界中的恐怖现实。 然而,诺曼似乎并不孤单,因为现实生活中的AI若受到有缺陷数据的训练,他们可能产生类似负面状况。 去年5月,美国法院用于评估囚犯风险的AI,被指出对黑人囚犯有偏见。 微软2016年发布的聊天AI,很快就被种族主义者带坏,开始捍卫白人至上主义, 呼吁种族灭绝并表达出对希特勒的热爱。 Edward Mahan教授表示,对诺曼的实验证明,软体工程师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平衡AI学习的数据。